半段的第一場比賽 那麼這場比賽是閃電狼跟TSM的一個戰鬥 那閃電狼的話 還是讓記得來品味一下 我覺得閃電狼目前的一個問題點是 上單的這個心態 包含剛剛KASA在賽後採訪裡面也直接說了 就是心態穩不住這件事情太恐怖了 因為以現在的比賽 我覺得如果是三年前的一個 就是世界形的比賽 我們還會說隊伍會有比較明顯的短板 但是到了現在這種時間點 就是整體的聯賽 在全部的聯賽的賽區都在提升的時候 木桶原力就會越來越嚴重 就是這個短板不一定是秘密蛋沒有那個實力 就是說他現在心態已經看得出來 就是有點扛不住壓力了 崩壞 心態爆炸 特別是上一場又被對方精心設計 打了一個可能說最抗壓的一次上單 而且大家應該是記得 昨天TSM擊敗WE的關鍵點就是上路的Hanser 對 這個真的是我覺得壓力巨大 但是我覺得對他們來說比較好的是 他們打了一場翻盤局 一般翻盤局對自己的實體體重還是挺大的 而且被這樣設計了還贏了 所以應該是找回了一些信心 但是TSM今天那一場是崩得很徹底的 就鐵頭方了一個盲僧之後 今天面對同樣是可能盲僧的高手的KASA 是不是打野又會維持上一局那個VP呢 還是會這場改變一下 你說的我覺得蠻有可能發生的 就是說在TSM這一方來說的話 可能會需要針對打野去下手 而反過來說 閃電狼很有可能跟昨天一樣 就是會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去針對對方的上單上面 對 我覺得如果要給閃電狼建議的話 我會覺得閃電狼不如來下一個限期 就是可以去參考一下W的一個VP 其實閃電狼跟957一樣 就是一手克裂比較有自信 現在這個版本其實在前三手先選上單的比例很低 但是當你這個英雄可以給你隊伍很大的士氣 或者是他的英雄上單就是用的特別好的時候 那閃電狼你不如前三手放棄某一個中單 給你比如說中路的Maple 英雄池比較多 或是蛇蛇這邊如果有比較多的輔助英雄 你前三手直接把克裂選下來 因為如果對面沒有在前三手ban 你選下來給閃電狼打出一把自信 那我覺得這閃電狼後面的小組賽才有話可以繼續說 因為其實賽成縣的前半段都才走一半而已 所以我覺得你講的這個策略是 我覺得有他的必要性在的 那麼同時呢我剛才也提TSM的打野這邊 會形成一個關鍵 因為前一場 對吧 跟Pina強行55開之後 然後就炸裂了 不知道跟Casa幾幾開 對 那不知道他跟Casa是幾幾開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Svenskaren對Casa的看法 所以我真的很興奮在跟Casa 因為我跟他很多話 他是一位我的親戚朋友 我們分享的方式 我們分享的方式 我們分享一下什麼好處 的路線和其他 所以 跟他相對的 是很興奮 因為我們一起分享很多東西 所以我們終於再次見到他 我只希望我能打敗他 他聊了十幾分鐘的戰術之後 然後突然想到說不對 我還是想贏 對 因為這次的賽制有一個入圍賽嘛 所以他們應該是之前訓練過比較多次 交流很久 因為他們兩隊都是已經來到巴西相當久了 之前都在聖保羅的這個場館裡面 打那個入圍賽 所以他們的交流是很深入的 對 這樣一來的話可能 對彼此的用法或者是套路比較熟悉 但是 對於打野來說的話 兩個人一雄池 可能看起來還是看纏更深一點 所以了解不知道有管不管用 沒關係 他這次沒有說五五看 說不定他能夠取得一個 比較對抗上面的優勢 那我們來一起把這鏡頭交給解桌席 帶來比賽的精彩評述 好了 感謝三位 那這裡的話是正在為您直播的 MSI 2017年集中邀請賽的直播 是吧 大家好 我是米樂 今天我們進入後三場對吧 剛才這場比賽 WD的勝利是挺振奮人心的 感覺應該是這兩天三場比賽 WD發揮最好的 因為每個點吧 還包括他們的轉線 節奏比較流暢 就是昨天的比賽 其實第一場雖然說戰勝了閃電狼 也是有問題的 也是有很大問題的 第二場字不用多說了對吧 而這場比賽戰勝了G2 G2是我們昨天認為 狀態不錯離職隊伍 結果這場比賽就突然下線了 G2他們頭還真的是挺鐵的 他們就是打死保一 我也不管對吧 因為確實 昨天場比賽打出了 百分之將近百分之五十的傷害 他們這種打法挺腻版本的 其他隊沒有人這樣打 是的 但是可能有他們自己的理解吧 而接下來這場比賽 就是閃電狼將會迎戰TSM TSM的話 這隊伍有多麼奇怪 我也就對吧 這兩個隊現在好像還都是1-2 閃電狼今天是拿了個首勝嘛 TSM的話今天是輸給了這個SKT 而且那場的話應該是被血虐了 所以心態上我覺得還是要調整一下的 而目前來看的話 其實閃電狼的三場比賽看起來 我覺得這支隊伍目前的狀態一般 非常一般 起伏蠻大的吧 今天說實話那場能贏 我覺得跟他們AD選手Betty的一個發揮 是分不開關係的 還有另外一方面就是GM的戰術選擇 他實在是 太浪了 這太浪了 RUN可都不會這麼打 這五兄弟感覺就後期亂完了 真的是後期亂完了 就直接衝高地也不管 然後閃電狼的話就剛好對面浪 閃電狼呢是一支紀律性比較強的隊伍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剛好是一個風格上的克制 最終是一點一點扳回了比賽 那TSM的話 如果說WE輸給TSM 是因為風格上克制的話 那麼我覺得閃電狼在面對TSM的時候 同樣會有一點 會被稍微克制 TSM怎麼說 感覺這一屆打下來的話 這個打野選手 現在目前看起來是問題最大的 對 這兄弟不管是打Pinut還是打 就感覺每一場都被爆 你還記得剛才他那個採訪裡面說的嗎 我們是打野好兄弟 但是KASA的表現我覺得是明顯要強於他的 KASA可以說是閃電狼打到現在為止 我認為表現最為亮眼的一個點 表現很穩 很穩 這邊是辦了凱南跟一個翠神 也是TSM在昨天的表現非常不錯的兩個點吧 尤其是凱南 對 真的是一手凱南代線是代崩的WE 露露 勒芙蘭 勒芙蘭的話也是Maple的一個招牌了 對 那這樣比賽KASA會不會先把盲森搶下來呢 看打野辦的多不多 哎 你玩這一屆比賽 盲森勝率是滿高的 滿高的 哎這個節奏點 我覺得閃電狼是有 有這個必要去搶的 KASA 這樣的話雙盾組合都被辦了 現在盲森跟蚱 我覺得都是有 拿的這個可能性的 我覺得可以搶盲森 因為你拿了蚱蚱 我這邊還是有很多的點可以克制你蚱蚱的 要把咪咪蛋拿個藍博嗎 昨天咪咪蛋的話 藍博表現應該說一般 哇竟然先搶藍博 沒有想到 這個真的沒想到 這是兄弟兄弟聯盟 就告訴你兄弟 雖然說昨天你那個藍博的大招沒有一個放的好 但是我依然是相信你 這個是信任好吧 這個真的是 這個我覺得給咪咪蛋很大的溫暖 很大的溫暖 就是隊友之間的這種信任 希望他能表現好 甜蜜蜜蛋的藍博 其實在各方面的討論 由於華人地區的討論當中 其實是給了很不好的評價 對 那這裡TSM二話不說肯定搶盲森啊 是的 因為你本身藍博的話 面對這種初期強帶節奏 強幹克的英雄的時候 就會比較的難受 昨天他們我記得 啊 這什麼意思啊 不可能嗎 這個換了 其實就是像昨天一樣 你看有沒有 就是瞎的換蜘蛛嘛 就是W打那個打閃電郎的 這他們昨天也是一樣 就是對 就是在看到藍博的 在看到W拿到科獵家 蜘蛛的情況下 選了個藍博吧 我記得是 但是這邊的話 然後就被抓爆了 但這邊的話是 職業便利招選擇的小魚人 這個也挺厲害的呀 挺厲害的 單線 就單線配合打野能力非常的強 就這兩個點強制 強在 製造傷害能力 而且我小魚人還可以帶個點燃 這兩兄弟打藍博 我覺得還蠻好打 那1v1的情況下 可能小魚不是很好壓 不過2v2的話 小魚人配合盲色的爆發能力 還是蠻恐怖的 嗯 這裡我們看到男槍拿下來 現在這個版本當中啊 就是蜘蛛 芒僧 男槍是T1 對吧 然後其他的像卡茲克啊 翠神啊 這幾個英雄屬於 可以搭配一下體勢 你發現這個男槍 在非LPL地區 他的那個受歡迎程度 比我們這個賽區高很多啊 我們賽區的話 一般是蜘蛛了 對吧 對 但是可能跟他們打法也有關係 因為CASA 現在其實是閃電狼一個carry點 carry點 但是我覺得他還是要拿那種節奏點 你這個男槍的話 其實蠻吃隊友配合你去這個入侵的 然後這裡拿了一手塔姆 塔姆他也好早啊 這真的今天的前三手滿意外 是不是他們專門研究過TSM一個VP啊 因為而且我覺得塔姆有是克制拿兩個點 就剛才你說到下路蜘蛛哈 塔姆是很克蜘蛛哈的 對 然後呢 還有就是如果你這邊拿艾希的話 我塔姆也不怕你 對不對 這個塔姆拿的TSM也挺煩的 那只能拿布隆了 艾希跟蜘蛛是被塔姆是血克的 剛才我還在想G2就剛那一場BP啊 塔姆如果後面選個塔姆 然後把那個露露放在中路 哎 但是他們這時候就挺厲害了 結果郭銘其妙拿了給特夫來 你想想看 他如果說把露露放在中路上 拿個塔姆的話 對 那他們的傷害製造能力不是還很弱嗎 不是 我跟你說 他那個勒芙蘭製造能力 還不是露露的 那勒芙蘭出了什麼東西 出了個那個 仙卓水銀世代 這我覺得是很 無解無解無解 蜘蛛 那個BP挺怪的 這邊是辦了一首傑 傑的話 既然辦了希德拉 開始辦中單了 希德拉其實塔姆也不怕 那可能還是比較尊重 比爾森的一個個人選擇吧 這裡會不會繼續辦中單啊 因為現在AD確實沒什麼必要封鎖了 兩邊這種輔助拿出來都不太怕 現在當前版本大肉的那個艾希 這盤AD要混 這盤一定要混 EZ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而且剛才閃電狼AD的EZ 其實是表現非常出彩的 感覺Betty今天真的是開著了一盤 好這邊是搬到了艾希 兩邊在前三首的BP的話 其實在 其實沒有暴露太多的東西吧 這邊又是辦了一首蛇女 在雙C位最後的兩個選擇 TSM的話這邊可以先拿一個EZ我覺得 但是你要知道野龜哥 會不會 ED混一下 會不會拿個老鼠 再拿個維魯斯 我覺得要拿個混一點的 他拿維魯斯 然後閃電狼這邊拿個EZ 對吧很完美 維魯斯 為什麼送還是ED好 ED好一點 EZ好一點 但是維魯斯畢竟有一個空 對吧 EZ的話就是純去混傷害了 OK維魯斯確定 想在這裡EZ 然後 哎 拿劍嗎 加個中單玩什麼 哎 你這個劍對面哪個英雄怕你啊 這來個發條什麼的 嗯 劍應該不會拿的 這個這個陣容拿不了劍 老鼠 這個陣容拿劍會不會有點僵啊 我覺得老鼠比劍好一點啊 哎 這個 這兩個兩邊的BP 真的是 比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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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流啊 都不是版本主流的選擇 進的話應該是第一次登場吧 對 主要是進 你說對面哪個英雄怕你進啊 這拿進 想想怎麼怎麼想的 他哦 他只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他想配合自己的中上 去打combo 因為藍博加進 還是一個不錯的一個 不錯的一個中期開團的一個選擇吧 那你這麼說的話 會不會太理想化了 就他們這種確實拿挺飛出油的 哇這陪波幣嗎 我不是是 應該是中單吧 小魚人是打 小魚人打中嗎 對我也在想會不會小魚人去打中單 然後上單打藍博 但是剛才他這邊的話 點燃已經換掉了 你看點燃已經換成了閃現 閃現 應該會換點燃吧 不帶點燃的話 少 少蠻多傷害 少傷害 真的小傷害 這樣的話 和盲森的威力就不會那麼高了 誒說實話 兩邊的陣容拿的 其實都挺非主流的 挺非主流的 進的話應該是MSI第一次登場吧 就正在裡面 進這個英雄 現在很少有人選了 這盤選出進的話 他想配合什麼 我們看一下 這個陣容首先他不缺傷害 因為藍博男槍瑞茲的傷害能力很強 但其實G是一個大後期傷害能力很強的英雄 還算 他是不是有點想替代艾辛那種作用 就是接控啊 遠程給一些的這種輸出控制 對不對 就是還是想把他當做一個 有一些控制能力的 有一些功能性的ADC來打 其實算是一個偏功能性的選擇 因為他這種確實不缺傷害 藍博嘛 對吧 藍博男槍這選出來 嗯 也有道理 雙C位隨便搭配一下 對 在艾辛和菲魯斯不在的時候 然後下路拿一個G 他的應該是一個替代 但是鏡頭還是蠻意外的 看鏡頭發揮怎麼樣吧 不過再怎麼說 都是兩邊教練組的心血啊 這場比賽我發現小組賽當中啊 不光每一場比賽 他們對待得很認真 還有一點 就是他們在小組賽當中 包括WE戰隊都是在 都嘗試新東西了 都是在不停地嘗試新東西 這個比賽就好看了 小組賽是一定要打一些的花頭的 對 目前看來兩邊就各種各樣嘗試的效果 有好的有壞的 對吧 但是 這是一個很好的練兵機會 因為你在 呃 淘汰在階段你可能面對任何一個對手 而在小組賽當中兩輪的對抗 你可以去多去拿一些東西出來 他的小組賽最後大概是閃電還是點人 還是點人 好比賽開始 藍色方的閃電狼 對陣紅色方的TSM 兩邊都是1-2 你有沒有覺得小組賽都有可能會有加賽 很有可能啊 很有可能啊 很有可能 哇這小組賽真的血腥 我感覺那個越南兄弟要進 有點可能 越南兄弟今天沒有贏閃電狼 如果贏一下的話真的感覺他們大概率要進淘汰賽了 而且今天是差一點贏下閃電狼 對 按照這種情況的話就是越南兄弟保證後期不浪 這個隊伍我覺得是可以拿的 實力是有的 就是紀律性不強啊 紀律性不強 後期老是瞎搞 我覺得應該是在GPL賽區啊 他們這樣搞就贏了已經 搞慣了 哎這裡被白打一套 這裡還好時間來得及回家 Q好了Q好了 哎呀 學易了 這邊學易了 還可以 他這個技能點掐的滿死的啊 學W就崩了 這種沒有閃現的情況下確實得小心 一級的時候還是盡量標點技能 嗯 這裡的話也是 轉了 這一波看上去被打成了豬頭 但是一個一級能直接騙上了南腔的閃現 對 這裡TSM在這邊是要選擇一個籃開 而另外一邊的話 看一下南腔的走位啊 他這邊是直接繞到紅buff了 不選擇F6開了好像 反正現在隊伍風格變得好快啊 你想閃電狼 包括TSM在自己賽區裡面 絕對不會拿這樣一套陣容的 但我覺得這種風格的變換啊 對於這些隊伍 回到自己賽區以後是一筆寶貴的財富 對 很有可能就這段時間的這幾場比賽 回到自己賽區的時候就已經領先很多了 成長了 還包括今天越南兄弟那個換線套路 大家真的是眼前一亮 換線為了把你上路打崩 MSI的話確實也是一個相互學習的一個過程 對 看誰的學習能力強 當然如果你實力夠強的話你不用學習 你是在說SKT嗎 就實力如果差不多對我一定要學習 對 誰進步了就厲害了 因為這個實力是個常賽程 加上你來巴西其實二三十天了吧對吧 對 閃電狼的話 如果打到最後面的話真的要待三十天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這是一個技術交流會 技術交流什麼探討 這個Q有點痛了 但是有盾可以打一些傷害 對 盾還是蠻給力的 小魚人在沒有打野幫助的情況下 打藍波還是稍微有點壓力的 因為這個英雄清兵能力是個問題 對 初期要好好抗壓 對 卡達這邊是雙Muff來到自己的蛤蟆野區 接了刷 現在的話上路看一下 上路現在這個兵線還不是特別的好吧 我感覺現在這個版本 就是初期野怪是一定要刷光 十多人可以留 其他這個野怪初期沒刷的話 一旦你幹個失敗 或者你做其他事情失敗 就很虧 非常非常虧 這邊藍波是把兵線讓過來了 所以這點很好 對 他是有預感到可能 盲僧會來 藍波的話 還是盡量在塔下吃兵 是最安全的 這個英雄是一被干客就要死的英雄 是的 但是也有可能這個被干客之後 可以反殺對面 這裡卡達是被眼睛看到了 這裡想來動賓爾森的話 挺難的 盲僧摸過來了 但是也是被眼睛看到 兩個眼睛被封鎖了 男槍走位 這不敢打4級 4級男槍裝什麼 算了 走了走了走了 這邊的話看到盲僧三級 應該知道盲僧那邊的 藍波浦野區是有個東西沒刷的 Mable好喜歡打瑞茲 現在他用瑞茲的場次真的很多 對這個如果W後面跟閃槍打的話 需要注意一下 但其實現在瑞茲的作用就沒有那麼大了 對吧 還好一擊當火力發卡的普攻 這一波的話還行 這邊小魚人身上的撫銷技還有兩次啊 對 那其實小魚人線上的這個控制控制的還不錯 打得很不錯了 打得很不錯了 4分鐘還有最後的一次 刀六之後有單殺機會的 對 刀六之後藍波會比較危險的 你畢竟自己傷害能力很高 而且藍波我跟妳說打小魚人最煩的是他出裝備不好出 有發現沒有 也是 他這個真的爆出的 你說如果打個AD的話 這一個護臂 我就出傷害裝了嘛 就肯定小面具又出起來了 所以說就很危險 會有被單卡的機會的 就是說逼到妳先出個護臂 沒什麼收益 對吧 打AD的話肯定就是先做個護臂 如果壓力大的話 打AP的話真的不好出 因為現在藍波是基本上不會做深淵了嘛 這邊又是打一套 現在下路的對線看一下打得挺熱的 但其實都是憑我發育 兩邊主要是輔助沒有太大的進攻能力吧 除非等著AD倒六之後 都是保護能力的輔助 最多就是用技能消耗一下 這邊什麼慢無手雷一下 Smaskine這邊又是看到了KASA 這裡雖然是4級打4級 也不敢裝 看來在野區還是比較強勢的 橫著走 過來又追著懟 把你霸雷果汁打了 不給你有更多選擇的機會 其實這一次MSR每一個隊的打野 我覺得表現都挺出色 就除了這個Smaskine的感覺 4級打野打的有點有的時候有點掉戀 今天你說SKT那一場卡茲克 確實是 對這個問題很大我覺得 我覺得有點心疼Bielsen好嗎 這邊Hanskine還是沒有回家 這邊還是做了一個護臂啊 其實護臂打小魚人收益不大了 畢竟還有盲僧 而且它是一件成長性的裝備 可能他是這樣去思考的吧 就我如果就我再怎麼樣 護臂做出來 我的防禦屬性上還是有增強的對不對 這是什麼數據啊 閃電狼 Casa的 在2017年MSR的小組賽當中 33%的TeamGP是什麼 反正就對比一下兩邊打野 好像Casa這邊低一點那邊高一點 TeamGP GP什麼意思啊 挺僵的 也沒有什麼中文 來這邊有了6級 閃電先躲 6級最強勢一波 這波吧 南槍來了 南槍來了 有沒有機會反殺 有機會嗎 南槍沒有6級 橫河街 這邊就是閃電到6這一波太強勢了 跑不掉 這完全閃電到6 你如果魚躲不掉就直接死了 我覺得還是蜜蜜蛋 他看到小魚人這個地上以後 應該是閃電要捏在手裡的 他沒有好像沒有預判到這一點 主要是中魚以後 再叫閃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因為魚會把你吃下來 這個時候你就完全跑不掉 你看 這個魚的位置還挺遠的 你看有沒有 這應該是一個 QR還是指甲 指甲啊 這是反應問題啊 我覺得 這個說實話也不太好反應 因為他好像覺得南槍也在附近 他的那個警惕性就降低了 說實話這個反應還是稍微有點慢 然後南槍是閃線過來跟的 結果自己沒有大招 沒有辦法完全收割 這波南槍又叫個閃線啊 然後咪咪彈的話閃線也交了 其實這個是一個不太好的訊號 這樣的話 你閃電狼的一個上野就沒有主導能力了 但說實話咪咪彈在打W引擎場裡面 我覺得他是一個其實偷發育能力還可以的人 你基本上不用太擔心他等會的發育 但就是這個兄弟他線上有點太容易死了 還是說警惕性不夠 我覺得咪咪彈現在就是他團戰裡面能放一個好的大招 這個藍波的作用就起到了 或者說這個版本不是他的版本 因為他這個選手是比較喜歡玩坦克型 他的輸出型的上單好像玩的都挺一般的 你看這一屆的MSR其實很少有隊伍打這種 都是輸出型的 最多就來個腎吧 你看這種反應 你看這種反應 和咪咪彈就是一個明顯的對比 我說實話 飛騎畢竟年輕啊 對 十七八歲 然後這種反應還要一個是什麼 預判反應 就剛才他明顯感覺到這個 你可能要往處放了 對吧 純反應來躲的話 確實很多人可能都過不到 還是一個意識 還是一個意識問題 對 他這邊在空到核道線 這邊沒有被Q到 這比爾三居然是打得很強勢啊 很強勢 而且這邊比爾三引先了一擊 對 不過上路這一波的話 只能說咪咪彈不傷筋動骨吧 因為有傳送 沒有崩 對這一波他有傳送上線 你看補刀還是一樣的 我還覺得他都 他這個出裝挺僵的 你說他的這個護臂嗎 其實目前來看 要么你就直接出場面就好了 影響影響不大影響 趴塔這邊又來了 反蹲道 畢竟能夠減少不少 這波又來了 一個小魚這波有機會反打 趴塔這邊直接交一個一技能 沒有閃電前往下 趴塔就有機會帶走 再A一下 這邊用Q能穿了一下牆 大招也空了 這波看他迷了 這波看他迷了 這波咪咪彈跟咪咪彈的配合真的沒配合好 能不能再追一個這邊用紅MUFF 咪咪彈 不是咪咪這一波操作真的失誤蠻大的 我覺得 咪咪這一波是基本上什麼技能都沒中啊感覺 而且他第一時間去選擇了追小魚 他其實是可以保護一下咪咪彈 其實這波咪咪彈是不會死的 對這波咪咪彈應該是不會死的 如果說咪咪這一波沒有失誤的話 你有紅MUFF你看 大家看一下這波軍彈回放 對 傷害已經打完了 首先咪咪彈這一波其實做的沒有任何問題 煙霧彈 他不過去頂這個芒僧 你看這個時候配合一個RV2的話 其實是很有機會的 哇這波真的傷 這波的話如果他第一時間保護籃 保護這個自己的隊友的話 可能有機會保下咪彈的命 我覺得咪咪可能是這樣想的 他那個Q技能回彈 如果打到小魚人 就小魚人直接秒了 還是第一波沒操作好 他第一波如果能第一時間把小魚人秒掉的話 也能保護自己 這個芒僧可能也不會換掉那個藍波 對他想的是我先把一個人秒掉 我再回去支援 但是自己操作失誤出現了 這波CASA有點失誤 這邊一個W能定到 規格的話 但是本身一個大張 吃進去 哇兩邊的輔助保護度太長了 對 如果沒有打野幫助的話 基本上RV2不可能殺人呢 是的 中路的話兩邊是盡可能多的在發育 看一下Bill森的KDA 他是在17年春季賽的一個成績 KDA排在他們中單的第一位 對 CS數在十分中的CS數也是第一位 他在7刀 KP的話應該是那個叫什麼參團率吧 擊殺貢獻力還是什麼 反正參團率之類的 那Bill森的話在北美現在還是具備統治力的 還是低 對還是具備統治力的 GP這邊我們後台導播告訴我們 這應該是和打野之間的一個聯動 可能是和野區 或者說我們之前不是有個數據嗎 他就是幫助野區 就是和打野之間的聯動 可能是這樣一個數據 好呢這邊再吃一下蜜糖果實 喔這邊還是挺 給你A掉 對 細節很不錯 挺壞的 南強配合藍波有個問題 他這兩兄弟確實不太好 沒空 對 弄小越人的話小越人太靈活了 他能躲好多技能 不是很好配合 只能反蹲 你要主動幹的話是絕對幹不了小越人的 是的 就小越人只要 這邊中路開了一波車 這波的話沒想到 蛇蛇這邊是配合開車 一個W是定到了Biall3 Biall3被交一個閃線 然後再配合一個爆炸果實 拘到的話也殺不掉了 這邊Biall3的逃生能力真的是 這一波真的是一個 秀了秀了 逃跑秀好吧逃生秀 而且這裡的話我們看是閃線跟上 開車開到哪 是中路補線 嚇我一跳 我這你還要追 這個追不上的呀 這個開車距離很短 沒有我在想他 他是他往F6開 我看他那個駕駛 嚇我一跳 這一波Biall3交掉了雙招 然後Maple也是交掉了雙招 這邊Biall3回到線上 閃電狼這一波打得很主動 其實Soldat這選手 應該是閃電狼的第三個核心 就除了中野帶節奏以外 他是比較喜歡用什麼 馬閘傑拉這種英雄 去帶一下中期的節奏的 是的 所以這盤選到一個塔姆 也是強行開了一波車 我覺得開了沒什麼問題 因為你看這波開完了以後 下落的補刀還是領先的 說明他這一波時間點選擇非常得好 對 他應該算是閃電狼的一個大腦 大腦 這位選手我覺得還蠻關鍵的 男槍來了 這波男槍沒有 瑞森搶到了這個紅 搶到了 要秒了吧 差一下 交一個閃現 沒有燙死 大招 大招沒辦法 直接是把毛森給建設死了 你說就是他會突然出現這種情況 就突然來野區 做一波很不明智的反野 那這樣的話 KASA有點爽了 他現在兩個人頭 現在這個打野的男槍很肥 但上路 上路就要單殺了 這個跑不掉了吧 有閃現 反現一個夜漂亮 減速到還可以 但這波操作不錯 而且中路已經往上支援了 所以這裡的話也是放棄 但這個藍波還是很危險 藍波現在面對這個 先出三項的小魚人 時刻都要小心被單殺 看一下剛才這一波 懲戒強盜 Q技能打滿 這波學者完全沒必要過來 反這個紅 是的 這個 放兩邊什麼意思 是 是芒僧走到布隆的 布隆的盾前面了嗎 當然沒注意到 就意思是放兩邊 意思是芒僧自己失誤了 但我現在有個問題 布隆的盾 能不能完全擋到南槍的大招 因為南槍的大招是 他後面有一個爆炸的效果 對他也是有一個 怎麼說扇形的一個傷害的 對他有一個扇形的傷害 但扇形的傷害應該是沒有彈道的 對吧 這個得研究一下 因為南槍的大招丟出去是有彈道 但扇形的傷害有點類似澤拉斯那種Q 有沒有覺得 又來了一個歷史遺留問題 大家趕緊去做一下實驗 這個實驗的目的就是 到底剛才是芒僧走位的失誤 還是布隆擋不了南槍大的二段傷害 這裏又來了 中路的話有機會殺嗎 Maple踢過來角度還不錯 有機會拉過來 拿到W32夠了 布隆擋拿到人頭 這波南槍過來的話也無力回天 這波的話 SK總算是做了一波 比較出色的Gank 對Maple這邊的走位有點失誤啊 那邊是沒有演的情況之下 直接進草 好像是這樣一個情況 這波主要角度很好 因為他如果再往前走一步的話 就踢不回來了 對他是去放眼 然後被這邊抓到一個機會 摸眼回眼睛 正好是一個很極限的角度 張套兩邊其實在前期的節奏上來講 這個大刀放的沒任何問題 逼走 還是好難受啊 但補刀方面的話沒有什麼影響 就等級上面由於是一波擊殺 所以落後了一下 直接給大 這個大刀是個大魚 這個魚給的很大 對是個大魚但是沒用 沒吃到人 這邊藍博開心了呀 這小魚沒大了自己就可以在線上上 稍微混一會兒了 對 兩邊前期的話 卡塔這邊倒是挺肥的 不過咪娜這裡的發育依然是個問題 還好他的補刀並沒有落後太多 卡塔這個出裝是不是略微有一點本 水銀協家雙抗壓之心 對他是要做黑切了 這邊是可以空下水龍 這波的話轉 逮到一個timing啊 應該是看到卡塔一個走位了 卡塔這邊回家 直接水龍丟掉 下路組合把水龍偷掉了 下路條是條蜂龍 現場真的挺給力的說實話 好像每一支隊都是他們的主隊 你發現沒有 應該說巴西的觀眾是看 真的是好幾屆這個 穿下來很熱情的一波觀眾 對很熱情 然後他們沒有主隊這個概念 就當然主隊也被淘汰了 就不管不管什麼隊 拿到一條什麼水龍拆個眼對吧 都會都很嗨 對還做人浪各種各樣自嗨 哎這班塔姆有點危險 要強殺你 這個開起來跑不掉了 哎找了個閃現也沒用 閃現治療這沒必要啊 這邊是開車過來想幫 那的話輔助換輔助 那大招哎沒有換掉 這邊發掉大招配合一個一起呢 保護了比爾夫爾森 這一波的話 比爾森是保護了自己的隊友 上路怎麼辦 一旦戳一下 在A下直接被秒天啊 這樣的話TSM在上下兩路同時開花 再加上剛才拿到了一條水龍 而且現在上路盲松不走的話 可以拿上塔嗎 啊這個太難受了 哎上塔給一下血量啊 我覺得盲松這一波的話 是不是可以和小燕一起拿一下這個上塔 回去了 回去了回去了 剛才第一時間又可以過去拿 這個來的太慢了 或者說他們想再講一會兒 你這個人 你沒辦法 你跟那個藍波碰到小燕就得死 他只要沒有 對只要沒有閃現一個QR 吃到就死嘛 這根本沒有 不需要隊友幫忙 他這種三角小玉人 打兩波W 哎呦好難受 所以說為什麼第一選選了一個藍波 真的是因為隊友 就想幫他建立一下信心嗎 那這樣的話會不會 完了這下等於徹底擊垮他了呀 有沒有看過那個灌籃高手那個 山王公高的那個和田牙屎的弟弟 就被櫻木花道打完之後 就心態崩了 心態崩了 心態崩了 這個確實現在閃現狼上路問題 要暴露出來了呀 接下來可能會無限死啊 這邊是沒視野的 哇直接回 直接回城 還沒回 小玉人在這裏清兵 這邊又想來 小玉琴籃muff 小玉琴籃muff 小玉琴籃 這邊看一下是有一個真眼照一下 照到瑞茲了 這個籃沒了 這個籃沒了 主要現在上中野聯動上面 閃現狼那邊完全不是對手啊 上中野3v3是要被暴打的 藍波的話又沒有發育空間了 我覺得以後閃現狼還是應該幫 明玉琴籃拿坦克 這個不能這樣打的 你如果拿藍波的話 他們的體系也不允許他們這樣打 下路全場激血塔嘛 但上路這一波兵的話 過來小玉琴好像真的是在養啊 對啊你看這就是讓藍波沒地上發育啊 你剛看藍波還是130刀 結果跟小玉琴差不多補刀 對現在瞬間拉開差距了 對包括他等級也會 哎喀喀失誤了 等級也會慢慢拉開 但這個醫學塔養出事了 自己的醫學塔要先掉了呀 他們就是醫學塔換你藍波 就是硬要你藍波崩掉 你也沒換多久呀問題是 你五秒 他的意思就是讓藍波少吃幾個兵嘛 對吧他就這個意思 可以 就很噁心 這咪咪的很煩 七傷拳 對他就是找軟柿子捏 這個TSM這個隊 還挺聰明的感覺 這邊要做入侵 但是已經被發現了 藍波這邊單面具是有了 咪咪在這邊的發育吧 哎呦 除了這個等級以外 待會看這個大招怎麼放吧 現在如果崩掉的話 大招如果放得好的話 還是有救贖的機會 現在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你等會兒小營的單單 你怎麼解決他 一為一誰都打不過他 我覺得藍波還是搶得有點操之過急了 除了SK這樣搶 其他隊沒這樣搶的呀 對不對 太容易被Counter 然後一直當作一個突破口在打 就永遠 永無出頭之的感覺 但他現在中壓應該也快了 說實話 他這個裝備已經在身上揣了好久了 就是你剛說那個問題啊 就是這個小魚人怎麼辦 解決不了呀 你這個人還在考慮小魚人怎麼辦 就是這個 這個團隊小魚人 有沒有有點像昨天那個 W打的TSM那個凱南大招 對呀就很像呀 就真的很像 初期大優勢 然後等一會兒帶線沒法解決 TSM這一招 如果W以後遇到 一定要防一下 他們這個很喜歡 你看 這小魚人 哪天吃誰 差了這邊男槍在 有沒有就會救下來 然後再有一個塔姆的大招 藍波大招 哇這邊三個人 四個人 同時追擊小魚人 這總該死了吧 一技能 馬上好 兩秒 一秒 來不及了 哇 總得制裁了一下Hanzer 可不可以的話 這一波是屬於他自己膨脹了 不過他過來也沒辦法 兩個人 一個人開車 一個人TP 這兩個技能少一個小人 都全身而退了 快變態了這一波 上塔要換 可以 這邊的話 KASA還是站了出來 三個人頭 又是帶掉兩座塔 下路塔也是KASA帶掉的 這邊要包夾過來 前三不想吃人 對 因為你們這波都沒技能 不打散 這波有點跑不掉的感覺 全身而退 芒僧怎麼說 不敢上了不敢上了 這邊也是後排被那個 後排被那個 對後排被閃陽的下路 給包夾了 這個時候要回來保護一下 哇 KASA還是猛 其實這一波 野龜哥來的 如果再走得快一點 這一波應該是有了 正面打完再吃你背面嗎 小人馬上復活又有TP 裝了的話 閃陽一波集合抱團 可以推一下中塔 這波閃陽的節奏轉換不錯 但這個中塔 能不能推掉 能不能推掉 芒僧在找機會 主要是藍波沒大 藍波沒大的話 閃陽沒有這個底細結團 發酵很早是做了一個深淵 是看到對方這樣 欸 小雲這邊又是被空到一旁 但小雲這邊能跑能跑 死是死不掉 但是血量被打傷還是挺煩的 下一條 風龍怎麼說 感覺這裡閃電狼已經先落位了 風龍好像 對閃電狼要拿了 對 現在咱們這邊也不打算要了 我覺得閃電狼這把 有一點做得比較不錯 就是他們防禦塔沒落後 對他們中期的 中期的轉線還是做得挺好的 這邊直接給個大招 這裡一個E技能 QE技能要好了 閃電狼 吃下來漂亮 這邊配合隊友應該是能殺了 說實話 閃電狼應對這種無解肥的小雲人的時候 有點想法 雙子 五個人硬來的 真的是硬來的 而且他們這種確實開車能力強啊 全都是老司機 瑞茲 蛤蟆 雙開車 閃電狼這一段時間打得非常的出色 兩分鐘連續制裁了小雲人兩次 但是上路的二塔能不能防下來 藍目給大 Nice 這波的話大招 而且我覺得TSM有一個大問題就是 他們在小雲人賣屁股一賣五的時候 其他四個人好像略微有一點點小迷茫 主要是對他們這裡推一個二塔 也算是稍微挽回一些局面吧 但是閃電狼已經賣了三波了 閃電狼中路又來了 不能再賣了 閃電狼這段時間打得真的很好 打得很好 他是B棋鋒芒 一直在牽扯你的主力部隊 所以你發現閃電狼這幾場比賽 第四場了吧 都是前期迷 中期還可以啊 中後期 中期打得可以 但是後期吧 又有的時候像昨天打雞兔那樣 後期又會有一些 他們中期我覺得打得挺出色的 中期感覺他們的指揮很清楚啊 知道你這邊的命門在哪裡 但你看剛才那場比賽 他們對GM的時候 是中後期處理都很好吧 那是要對比的 主要對比起來 就GM後期太糙了 看一下接下來怎麼打吧 現在是領先了七百塊錢 但是影響不大 應該是持平的 經濟的話都差不多 塔的話也差不多 這邊是把瑞茲分過來跟小魚人打了 這瑞茲還真的不怕小魚人 主要是因為小魚人 剛才連續三波的陣亡 對 讓他節奏斷掉了 小魚如果不死那兩波的話 其實瑞茲還不一定能打得過他 對 因為他現在等級已經被瑞茲壓制了 現在我覺得TSM可以幫忙抓下這個瑞茲 如果現在能再幫小魚人再抓一下這個代線的對手的話 TSM整個局又會火起來 對 但是現在藍波已經往下路靠了 藍波往下路靠 這個時候入侵的野區 小魚人的話 有機會就直接擊殺 下路的藍buff要被反 現在閃電狼把節奏拿回來了 還有個問題就是TSM這邊的 他們的開團能力 或者說幹可能力不強 不像閃電狼這邊有很多開車啊 遠距離的控制 對 而且剛才中路那一波也看得出來 盲層想要找到一個良好的 就好的繞後的機會 就很難的 TSM要開的話 其實還蠻依賴小魚人或者維魯斯這種 發雕是不可能幫你小魚人去抓人的 發雕肯定要自己發育 而且我覺得現在再越往後打的話 感覺小魚人的作用會越弱 對小魚人的強勢其實就是 11級到13級左右 對你再這樣打下去的話 小魚人很有可能和藍波的差距會越來越大 因為小魚人到大後期他的傷害是不足的 你在後面切後排後排不理你的 對面中路是一個瑞茲 中期還是蠻厲害的 這段時間小魚人還是蠻強的 一定要利用好這段時間 對 現在如果TSM再不提速的話 被閃電狼拖到大後期 你上單的作用就可能要比閃電狼弱很多了 現在在那邊他們拖後期的資本在哪裡 我們想一下 雙C吧可能就是 雙C的話比較穩定 但是你說你這個雙C是不是有點怕藍波 其實兩邊後期我覺得 差不多 測入點不太一樣 不過TSM的雙C發育到時還不錯 都是一個人頭 然後也沒有陣亡過 六二次發育很好很好 這邊TSM又是一個131的 長一個站位 現在這段時間 TSM的節奏稍微有一點點尷尬 因為他們的視野跟兵線現在都屬於劣勢了 主要是單在這條線 小魚人被連續針對了三波 這三波針對完了以後 小魚人現在活不起來 那麼整個TSM就已經活不起來了 但整個地圖都是被閃電狼控制下來了 所以TSM需要把整個地圖的視野往外推一推了 而且你正面指望誰開團 維魯斯的大招嗎 有點機會只能說 還是要反手打才厲害 對 他們的先手能力真的一般 對 就是反手能力比較強 先手能力除非那種出奇不易的 什麼八條維魯斯突失冷箭 對或者芒僧奇蹟繞後 對 要不然的話這種正面過來的話 閃電狼是很有防備之心的 但是現在才發現 TSM這個陣容反手好變態 對 這個陣容 就是雙C加上輔助 都是那種反手極強的英雄 這種打陣地戰挺厲害 如果小魚人這個點單帶不成的話 他們就要轉陣地戰去打 但是還是挺可惜的 小魚人本來是可以打成一個無解肥的 對 只能說電狼的應對不錯 閃電狼這一盤他們的瑞茲跟蛤蟆的作用是打出來了 雖然你看這兩個人沒人頭 但是中期那段時間節奏是他們倆把它提起來的 對 小魚人的幾波陣亡都跟這兩個人開球有關係 對 你看現在小魚人在邊線 連一個外塔一塔都拿不了 拿不到的你不敢過河 小魚人現在過河 就感覺對面有一萬個人要過來懟他 哇這個這真好變態 大清雲都有了 大清雲在做出來 而且男槍現在也很變態 男槍的裝備是全場最好的了吧 對 拿了四個人頭 他是無限肥 而且還一直在殺他現在有163個刀 這隊伍上單跟AD感覺都不當人 不當人 中野隊伍 中野兩兄弟是吃所有資源 上單AD的話就 就很可憐感覺 這沒辦法 誰讓KASA最近確實很強呢 而且又一波開車還好有加速 跑掉了 而且我聽說KASA昨天啊 還是大病出獄的一個狀態 不知道真的假的 很多隊員都 呃有一點點那個 可能發燒感冒之類的 這邊要開了 藍博一個大招配合進 這波有機會 標佛羅特這邊是殘血 哇 男槍的大招直接收掉 而且沒有此的大招放空了 這邊小魚直接一技能翻牆過來 要追擊要追擊 小魚一個大招勸退 對 這一波的話就藍博跟進的一個配合是打出來了 這兩個人確實有一個超遠程的控制傷害能力 不過還好 發條的大招還捏在手裡 對 這個時候還不至於直接被 回到二塔 維魯斯去上了 這邊維魯斯去上的話 會不會二塔有一點點危險 有發條發條 發條這邊還捏著大招呢 發條這邊輕線能量還比較不錯 對 那張的話閃亮是撤退 然後打這條風龍也可以 這邊死了個布龍 其實可以接受啊 這一波TSM的話也不會覺得特別虧 對 丟一條風龍 這藍博 大招給的很好 對 哇 藍博大招放得好 這場藍博跟進這一套確實有點難防 太遠了 你連人都看不到你就死了 對 這邊藍博把風龍控制下來 閃亮在中期完全把局面又找了回來 是的 下一條的話就已經是遠古巨龍了吧 這段時間閃亮強勢啊 他們的你看雙中亞 包括進的三件套都有了 這段時間他們還著頭 現在四個人四個位置的輸出裝備全都做出來了 對 這段時間閃亮亮特別強勢 又有一個塔姆做保護 而TSM這邊感覺打團特別依賴發條大招 發條大招一旦拉不好的話 他們的傷害點不夠 而且發條現在的裝備啊 帽子還沒有做出來 對 如果說雙C位是 就TSM這邊其實就是雙C位有輸出 如果打到大後期的話 雙C位如果大招沒放好 感覺閃亮亮亮這邊的輸出點會更加的平衡一些 是的 小魚這個點真的挺可惜的 小魚這個點真的挺可惜的 小魚現在有點廢了 現在效果越來越差了 廢了 對 半廢狀態 半殘廢狀態 他現在去切誰 其實你去切這個勁 切不死 他現在單人是切不死人了 對 這波包過來了 這波包得很漂亮 這波要打 來過大招放了一下 這邊標普特還是要先打 但是拉到兩個前排 沒有錯大招是扣到一個瑞茲 這波的話應該是神了 能打贏 小魚人沒有踢踢啊 這波憋在這裡了 這兩邊怎麼辦 這兩邊很難受啊 畢耀森那邊又是被減速一下 空一下沒有空到 閃現過來 W到 畢耀森那邊可能要死 再一個閃現 這邊還要追 畢耀森這裡很尷尬 黏上了 來的小魚大招 這波救下來了 但是另外的野龜哥怎麼辦 野龜哥想換一個沒有換掉 畢耀森這邊是殘血活了下來 雙招近交 那這樣的話是一個輔助塔姆的代價 換掉了對方三個人 那這波大龍有沒有 現在他們陣型完全被打亂了 完全被打亂了 這邊還不走 反了個紅 有一點小灘 這邊還有一爆裂股 但是過來有機會 有機會反殺 卡拉有機會被秒 這邊能換畢耀森嗎 一個Q型的過來 沒有換掉 沒有換掉 那這樣的話就傷了 卡拉是個大人頭 但這兩個人跑不回去 說實話 送塔吧 這兩個人真的跑不回去的 打不了躲一下 這兩個人怎麼跑還不送塔 法拉大龍拉一下還要打 打不過打不過 這瑞茲太肉了 能不能跑個小魚人 跑不掉了吧 有Q 有Q 開車 還有拆車 一W 哎呀一技能就跑了 耗到這邊沒籃 沒籃了沒籃了 最後一次籃用了 哎呦一把890的暴擊 哎呀戰防中一朵花朵 戰鬥狼這一波的話 應該是打轉了 應該是一波二換四吧 二換五應該是 陣型太爛了 這波其實可以轉得更大的 我覺得 陣型太爛了 陣型完全被分割開 你看沒有次過不來 然後這三個人過來 沒用 這兩個人一直在處於那種被動挨打的局面 對 陣型太爛了 陣型太爛了 這幾波團戰 應該是把TSM打得有點難受 我TSM這個殘局處理還是挺冷靜的 發雕跟小魚人直接選擇一個反打 對這一波 他們也沒想跑了好像 小魚人在這兒 反了個紅 二換五反正是 最好是 閃電狼要打龍了 瞎子 這個大招放得很快 龜哥 龜哥 這裡藍波大招瘋狂烤龜 龜哥都烤熟了 這裡一千球 龍 提手 閃電狼執行的能力非常的不錯 大招定一下 龍誰到 來不及啊 瑟斯克人又被定到 那這樣的話 閃電狼拿到這條大龍 閃電狼這波大龍拿得非常的果斷 而且戰術執行得很完美 這就是剛才說到了 就閃電狼為什麼戰勝GM 就是因為他們中國區的紀律性 這一盤閃電狼 確實在中期打得非常的好 而且小魚這個點 確實是TSM這盤的一個 應該算是一個敗筆吧 就前期那麼順的情況下 很有可能成為一個carry點的 但是沒有揚起來 我覺得 W戰隊面對就是這場比賽的話 可以去思考一下 昨天面對TSM的時候 是不是也可以採用這樣一個戰術 對吧 也是一個無解肥的上單單英雄 其實凱南這種也是 但是你像這樣連抓他三波的話 凱南也廢了呀 主要可能W戰隊的陣容 他們的抓單能力不是很強 這場的話閃電狼那個陣容 確實開車跟機動能力有點猛 瘋狂開車 現在TSM陷入一個極大的被動 這一波大龍buff應該可以給閃電狼 帶來更大的經濟領先 二塔掉 然後上路二塔的話 小羽人過來補一下線 中路這個二塔 肯定有點守不了了吧 中路這邊已經集結四人了 這邊蝦子想欺人 蝦子在這個角度 想欺人 蝦子在這個角度想欺人 大耀車密密彈 哎 密密彈這波 金身躲一下魚 那這樣的話傷害不夠了 小羽沒有魚的話 傷害差滿多的 又激過來 這個有點強行踢 打操只拉了一個輔助 快到 雷茲趕過來 雷茲趕過來 雷茲這了有點落單 但是龜哥沒有輸入環境 龜哥會反射一個閃電狼 還沒有死 被憋住了 被憋住了 这波要杀秘密弹 强行杀秘密弹 还要杀 这边比尔森能秀吗 耗塞里面也要阵吧 男枪无敌了啊 男枪无敌了 这波近两发子弹 应该是一个Q加一个A吧 这些带走两个人 是的 那这里的话野龟哥也回不去 在这一边回球 野龟哥这一波跑不掉了 还是没有 浪费太多的技能跟伤害在这个蓝博身上了 哇 这个救赎好绝望啊 这一波不会被一波了吧 有可能被一波 芒僧现在复活最快的 还有20秒 哎 这个到后面你发现 禁加男枪的这个双C 伤害制造能力有点长 哇 闪烟狼还真的是 确实有点实力的 昨天的0-2可能是慢热的关系 今天展现出了一个很不错的状态 那这场比赛 如果闪烟狼赢了的话 他们就是一个今天比赛全胜的 对 2-2了 对 这边过来直接秒 守不了了守不了了 这边布隆的话出来的太急 守不住了 这边开始亮牌子了 呵呵 精深 可以 恭喜闪烟狼是战胜了TSM 恭喜闪烟狼 电狼今天的两场比赛 相信对于他们的粉丝来说是非常提士气的 对 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呢 电狼现在是一个2-2的绝宾院来结 怎么说的 结束在自己第二天的一个较量 而TSM 这场比赛打完是一个1-3 1-3了 1-3了 所以现在的局面就是非常的混乱 在整个小组台当中 除了SKT之外 其他几个队伍之间都是有可能互有输赢的 互有胜负 所以这是为什么 这个昨天我们说嘛 这个比赛可能是实力最接近的一次了 不因为什么 包括外卡赛区 闪烟狼缓过来了 我觉得他们他们翻盘外卡 就翻盘那个GM以后缓过来了 是的 那这边的话我们再一次恭喜电狼 结束到他们第二天的赛程 那么同样今天还有两场精彩的比赛等待着大家 好 恭喜闪电狼拿下了最长的比赛 就像娃娃跟米头刚才说的一样 闪电狼赢了翻盘外卡 翻盘GM以后 再赢下这一局的话可以说是缓过气篮 对 而且的确闪电狼这把下了一个险棋 虽然咪咪蛋的首选的这个篮部 在前期还是不是真的很惨 但是看得出来今天第二天的比赛 我觉得闪电狼做出两场比赛 最重要的应该是Betty的一个ADC的 一个决定自己 一个射手位的一个价值 哎 我觉得是真的奶啊 今天才奶了 无断 前面我 照这样一说一下多奶一下是不是 不是 前面我奶了整整就是两局比赛 就一直在说这个问题 因为Betty昨天的表现非常的一般 说实在非常的一般 包括整个入围赛阶段的时候 我觉得表现也还是一个比较一般的 但是今天两场就在我说了这么多之后 然后他就站起来Carrier两局比赛 对 我觉得关键点应该在于 可能说Playing之前打的是 Supermassive 2-2期的队伍的时候 那时候是 其实Casa跟Maple就把比赛给结束掉了 有可能 对 Betty还没有发挥的空间 但是今天就是你看到了这个小赌赛 六支队伍的实力都很强的时候 Betty必须要站出来 对 他是一个本来就是 事物比较少的一个AD嘛 所以选到了进这样的英雄的时候 感觉还是挺适合他的 但这场比赛前中期的节奏 我觉得还是Casa打得好吧 对 就他的男枪是给了对方不少的压力 在上路已经被针对爆炸的情况下 他是接管了中期的这个伤害输出的能力 对 其实小妍这边我们在扩大来讲就是 你从BP上面为什么会拿出版本比较少 净去配一个塔姆之三 念当这一把 其实Casa已经改变打法了 他不要着重于下路了 他已经在上路要想办法去掩护秘密带 因为这把虽然是0-3 但是还是比0-5好 就是他的蓝柏友 蓝柏友拿到发育你懂吗 对 我觉得第一个是说发育有保障起来 就是说该让他能够在线上吃冰的时候 该浓的地方还是让他浓的 然后我觉得第二个重点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下路出净这一个选法 静跟塔姆这个选择在这一次的MSI小指赛 是第一次看到的 对 那我觉得这个选择其实它有一个精髓的地方 在于说他解决了闪电囊前面那一种 遇事不决开大龙 然后接着开大龙 之后没法跟对方接战的问题 他很大程度修复了闪电囊在前面 就是没办法决定性的结束比赛 或开一波决定性的团战问题 全部都被用静塔姆跟蓝柏这个东西 给解决掉 对 因为其实我们在严谓来讲说 其实很多队伍针对的是蛇蛇的开团英雄 根本是杰拉这两种英雄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当你的ADC如果去改变一个思路 如果你选为鲁斯 但是这个队线又比较打野过来的时候 你一个塔姆竟是一个可以发育 但是一样保有这种开战性 但是的确可能在功能性上面 在这把有男枪去补足持续输出的一个问题 这一场的团队伤态战比也是打到了32% 可以说是整个扭转了先前的它的数据上面的一个弱项 连续carry的两局比赛的Betty 我觉得非常值得这一场的MVP 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也证明了它的多变性 因为像在上一局跟GM的对决中 能够获胜也是因为它在一波关键的地方是 在千军万马中一个EZ 然后竟然能在人群中去点掉对方寒冰 这种这种它其实就是平A嘛 那怎么样 但是它正确的判断了它可以把它点掉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场其实仔细回看 刚才那个highlight的回放的时候 每一次的团战我觉得它的站位都比对方的维鲁斯要好很多 有一波关键性的团战就是在大龙附近的时候 维鲁斯几乎就是被跟队友隔离开来了 甩了一个大招之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那一波的话它是做到了很多的伤害的 也是一波制胜的团战 好那么恭喜神战狼拿下这场比赛胜利 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赛后的采访 欢迎人斗 好的感谢长毛我们在赛后也是再次恭喜神战狼 获得了比赛胜利 我们来采访一下队伍的中路选手Maple 来看一下今天的比赛相比较昨天来看的话 队伍最大的调整是什么呢 就昨天队员就晚上一起看着比赛 然后把一些检讨就一起检讨 然后主要是我们在后期上的重大决策都常常做错决定 所以我们就要把我们的call给做好 那今天的话可以看到其实比赛前期的时候 往往还是容易让对手找到机会 那为什么今年的比赛 电狼会在前期往往会出现一些失误呢 就因为我们上单常常不小心被gank 所以我们前面这边上路都有点肥 所以我们都要打得有点防守 对了既然刚才没跑提到上路咪咪蛋的一个表现 你感觉现在为何上路会成为重视之地呢 因为上路现在不太有人喜欢用坦克脚去扛压 因为是对队伍中是蛮烈的一件事 所以现在上路都是选攻击脚会比较来的好 可以看到今天的话你的瑞兹登场率非常的高 那你感觉当前这个版本的话 为何你会这么喜欢这个英雄 刚刚那场的话是我跟塔姆在双全球流 可以给他们地图上很大的压力 那个菲斯就算边线可以赢蓝宝 但是他也是不好就是不好进攻的 其实刚才其实在我们这边这个评论席啊 那个他们也在一直讨论这个ADC Beta这边选手 你感觉他现在在本次大赛 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状态了吗 就他本身是一个操作很好的选手 所以我们如果给他们玩大后期Carry型AD 我觉得他还是可以玩得很好 目前为止的话队伍是两胜两负 你感觉在本次军冠军赛的出现形式怎么样 嗯就现在就是确保进小组 就是想办法确保进小组赛啦 就尽全力 好的我们再次恭喜闪电狼 也是感谢Maple接受我们的赛后采访 我们把画面交换给评论席 好的感谢人动跟Maple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赛后采访 可以看出来感觉整个人就神清气爽很多 因为昨天我们刚好碰到离场的闪电狼 就昨天闪电狼输完两局之后 刚好在楼下碰到离场的闪电狼 然后那气氛 今天是一扫颓风了 说实在的对他们来说 当然就也是相当不错的第二天的结果 对但是电狼的确我觉得因为五个队员 其实从S3的时候就在一起了 所以相对来说他们也是比较乐观 可以说MX的乐观价格 但是说还有一个人跟他们在一起 对对对对 就现在叛逃了 好那么呢这场比赛是 恭喜神电狼拿下了这一局 也是两胜两负的坐手 那么TSM的形式就比较不容乐观了 他们现在变成说第二天结束的时候 是1-3的一个收尾 那么明天想必会再度的奋力 不是明天 他接下来有一个GM 所以GM这一把我觉得就其实 如果拿下来的话他会超越TSM的话 其实这两次队伍 现在就反而被电狼咬到后面去了 所以电狼今天有机会把名字给往前升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已经暂时告一个段落 让我们暂时休息一下 再来迎接下一场精彩比赛GM与G2之间的对抗 休息一下精彩比赛 马上回来